大家好 我是資安所毛敬豪 歡迎大家收看 資安一把照 遠距工作一定要知道的資安問題 隨著新冠肺炎的發展 現在越來越多公司 或學校採取遠端上班工作的模式 那在這個模式下 我們發現在傳統企業網路的疆界被打破 過去其實有防火槍 甚至資料其實是在內網的 其實現在因為遠距工作裡面 都會有資安或是隱私的一些考量 甚至商業機密的一些考量問題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 華林科技董事長梁兵先 他同時也是台灣物聯網協會的理事長 我們一起來談談遠端工作 應該注意哪些資安風險 大家好 我是華林科技董事長梁兵先 好 梁董事長你好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 先請教一下梁董事長 遠距工作 在企業的內網 可能會面臨到哪些問題 這是我們需要克服的 好 那個目前來講 駭客非常厲害 很多 即使很多防火槍來講 還是會有很多能力 從其他的入口來入侵 以VTM的網路為例子 就有三種可能會打破這種企業的防禦網 那第一種情境就是叫撞庫空直 也就是說呢 同仁A使用的VTM連線到企業內部網路 他只慣用自己的帳號密碼 那同時呢 他又上了其他的像 公用程式比如說FBR這種公用的系統 然後基本上就會鎖定這樣的一個企業 然後把它入侵到 帳號密碼被洩密了以後呢 就會被順利的入侵到企業內部 所以會假設沒有很嚴謹的防護的話 就會遭受到入侵 那第二種入侵的方法呢 就是他可能叫做VTM的漏洞 也就是說呢 攻擊程式去攻擊VTM的伺服器 所以他取得VTM伺服器的密碼以後呢 可以取得這個使用的 比如同仁V進入的系統以後 控制他的電腦 取得公司的機密文件 那第三種叫中間人攻擊 那同仁系列假設在用這個VTM工作 那不信他的小孩子呢 裝了其他的惡意程式的這種大阪軟體 所以攻擊者就經過他的電腦 進入到他的取得這個公共公司的密碼 所以進入到企業內部網路 所以這個基本上現在的這個 惡意攻擊程式還是非常厲害 哇這個的確是 這兩種市長講得非常的完整 其實在去年前幾年 我們台灣的資安的這個 資安的駭客 在這個發掘這個資安的問題裡面 VPN的這個資安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那尤其VPN其實用了很多的第三方的原件跟套件 很多潛在的漏洞跟威脅其實都持續在探索 所以當我們在遠距工作裡面 如何讓我們在家裡面的網路 能夠延伸到公司的網路 其實最關鍵就是透過VPN 那VPN的安全其實是一個另外一個 是一個很大的考量的議題 好所以 第二個問題我想再請教一下這個梁董 其實這個 因為其實在這個企業裡面 都有些資安的規範 其實我們在回家這個上班的時候 其實這個規範 就其實就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我們到這個去上個廁所 其實可能電腦就不會把它關起來 或是說其實家裡面的環境裡面 我們可能隔壁鄰居 有這個免費的Wi-Fi 我們是不是就要去這個用一下 就省一下我們的這個通訊費 好那我這個也請教一下梁董 因為其實您這邊客戶這麼多 有這麼多這個IoT的平台商 公控工業的企業的 那現在您看到就是在除了在線上 我們路上攻擊剛剛提到 像VPN在傳送的一些漏洞之外 那在線下也就是實體環境 或工作流程上面 尤其您公司 您在這樣子會考驗哪些面向 好那我想呢這個 在家裡面的環境 這個特別複雜 尤其是我們到了家裡面 那現在所有的辦公 它不完全就是固定的電腦 它可能有很多移動的設備 等等之類的 那裡面公司的系統也非常多 裡面現在是資料 系統還有這個全線控管 所以一般來講呢 它在家裡面呢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環境 所以它的環境範圍這種硬體呢 可能不是它的Wi-Fi 它們在家裡面可能是用Wi-Fi 才上網 但是企業的這種邊界網路 可能沒有辦法控制到 所以這個個人的 這私人的設備的監管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路意境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可能公司的資料 會不當被使用或外洩 比如說它在家裡辦公 把資料下載它的電腦 那可能會透過其他的軟體再傳送出去 那第三個就是全線的控管 因為很多的實現辦公以後 它可能過去的在公司裡面的資料 沒有做適當的全線控管 所以可能大家都可以 因為上網了以後 開放了 大家都可以存到一些程式 所以才使用 把部分的資料外外卸出去 所以可能在可用性跟安全性 必須做一個趨繩 是 OK 另外一部分就是 設備上面也有可能被失竊 就是它比如說把設備放到家裡 可能就是因為不見 或是說遺失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它的設備遺失了 也有相對公司的資料也就遺失了 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授權 就是它授權方式不太對 我想這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OK 所以我們剛剛兩董有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就是 其實就是資料隱私的 資料外洩 我們常說那個 其實家裡面東西被偷了 其實我們都知道哪裡被偷了 如果公司的這個資料被偷了 其實硬碟不會變輕 是 所以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當如果今天在遠端要來 存取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audit 去集合 就是說你今天誰去存取的 我們能夠去掌握 但過去在公司裡面 我們可能沒有去enable這件事情 是的 所以資料治理或是一些 存取的控管 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對 對 這個兩董實在是 業界經驗非常非常豐富 所以這個一講 就把我們所有的這個 可能遠距工作的一些風險 從線上到線下 都幫我們做了一些提示 那也有一些這個方向 那後面 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對企業的角度 其實有企業角度的看法 對 然後對這個個人的角度 其實個人應該要注意一些事情 好 我們在後面的這個部分 再要請教一下這個兩董 後面那部分就是 在企業跟個人應該怎麼做 好 謝謝 謝謝